而另外呢中华队的强项巧固球在上午是迎战了新加坡队 就如同赛前预估的一样 中华队在第一节比赛就以26比6的明显差距大幅领先 而现在比赛也还在进行 预计应该可以轻松获舍 好 身穿黄色球衣的就是中华队女子球 球队可以说实力超强 这场八强半准决赛 中华队开球之后呢立刻攻往 新加坡队没有办法及时拦到中华队率先抢得一分 来看到换成新加坡的进攻 假传球之后中华队拦到球 中华队再度的得分 好 中华队拿到球之后呢 立刻一个板块攻一个小组的交换之后 再一个强跳 新加坡没有办法把球拦到中华队的开赛是 如日中天连续得分 又看到中华队的进攻 三人小组短缠之后 来到了一个轻松的射门 新加坡队大意没有把球接到 中华队又是一个反快攻 接着同样的得分技巧 新加坡队可以说是 面对中华队强大的压力 可以说是失误连连 中华队再次的一个进攻机会 交给队友再一个强攻 新加坡依旧没有拿到分数 开赛不到30秒钟 中华队就以5比0大幅的领先 而第一节当中呢 中华队是以26比6大幅的领先了 新加坡队也奠进这场比赛的盛技 又是中华队的一个长冬 新加坡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可以说是一路被中华队压着打 中场中华队就以60比21 赢了这场比赛 而中华队也帅先强劲了 四场准决赛 记者送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